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9月2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最近中美贸易战你来我往 护加关税的同时 惠律战上也是很热闹 人民币破期 美国接着就启动了惠律操纵国的大棒 可以说是在关税和惠律两线同时开战 那么现在第三条战线也将打响了 记得当时有一种观点 说中国可以抛售持有的1.1万亿的美国国债 来打击美国国债价格 提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 对美国起到反制作用 当然中国政府是没有听取这种搜主意的 那么现在美国可能将率先取用国债的手段 对中国发起攻击 事情是这样的 1911年时 清朝政府为了筹资修建 从湖北至广东等地的铁路 简称湖光铁路 像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等国的银行财团是借款 签订总值为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合同规定 上述外国银行以清政府名义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 年息是5厘 也就是5% 合同期限是40年 那么这笔清朝政府发行的商业债券 清政府被推翻之后 民国政府在1938年以前曾经付过利息 1938年因为中日战争而停止了支付利息 这一拖就拖到了1951年 按你说 1951年应该是本金到期的日子 应该是连本带利支付给美国英国等国家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的借口是说 这是不平等的条约 也没有还本复习 那么这笔债务涉及到美国的部分 被美国的一个私人的团体是持有了 他们这么些年一直在追讨这笔债券 他现在就向川普提出了申请 他们要求川普协助这个团体向中国追讨这笔债务 那么这笔钱到底有多少呢 当初总共发行的是600万英镑 到现在是108年过去了 仅仅是美国私人持有的部分 年本带利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 和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基本上相当 就差1000亿美元 那么这些美国人数十年来都在持续的追讨这笔债务 直到现在他们向白宫求援了 希望川普总统帮助追讨这笔债务 那么下一步就看川普是否向中国发出请求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 大家都当成笑话看待 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是一片嘲讽的声音 认为美国人是想钱想疯的 认为川普也是想钱想疯的 他们说100多年前的钱还要还 都改朝换贷几次了 那么根据主权债券专家 杜克大学教授古拉提的分析 尽管追讨的程序是异常的艰难复杂 但是在法律上这些是完全有效的债务 是可以追讨的 尽管这将引起国际法和证券法的一些 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 中共一直宣称自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么你继承了清朝的土地和人口 继承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你也继承了清朝和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的权利 收回了香港澳门的权利 那么说明你还是承认100年前签订的那些条约是合法的 那么为什么不承认清朝对外借的债务呢 只要权利不要义务 这种明目张胆耍赖的行为 是公然的违背国际法的行为 当然是会被唾弃的 就和当前公然违背中英宁和声明 一国两制的承诺如出一辙 以前是中国比较弱 没钱还很穷 那么别人是帮你忙 不跟你计较 先不要 先帮你付钱 慢慢进入国际社会 那么现在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强大了 已经感应超美了 对外的大规模的援助都不输入美国呀 那么中国知道2025是要和西方一争高下呀 在太平洋上也是要跟美国分庭抗领 好吧 那别人就和你平等对待来相处 新账旧账是一起算 那么先还债 对吧 你现在已经很富了 很强了 你先把债还了再说 那么中共当然是不想认的 但是你不认这种债务 那就别说自己是中国的道统 也别说你跟大清朝有继承的关系 更别说固有的领土 这个很严重 因为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呀 和清国的权力义务脱钩 那中国呀 你就没有道理宣称香港是你的 台湾是你的 新疆是你的 西藏是你的 东北是你的 为什么香港已扯进来呢 因为事实上啊 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正本就在故宫 要真正的按照国际法走的话 中共根本就没有理由控制香港 你如果认为清朝政府签订的条约不合法 香港就不应该归还给你 按照中英零和声明的约定 中共也没有理由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 所以如果川普啊 能将这一万亿美元的债券呢 纳入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范畴 那么最好是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挂钩 那么相信中共啊 会继续否认这笔债券的合法性 就像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期的文件一样 所以不管是香港的事件呢 还是美国人讨债的事件 主要的目的是让全世界认清中共是个不讲道理 不讲法律 不讲权利义务 一个无赖无耻的政权 离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那么说完美国持有的中国国债 我们再来说一说 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 很多中国人认为啊 中国持有美国一点一万亿的美国国债 是中国在借钱帮助美国 中国是恩人 美国应该感谢中国 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了 多年来啊 就被中国的爱国者们津津乐道 而不仅作为中国强大的标志 因一为自豪 而且动不动就说 美国政府如果不听话 那么中国就可以抛售美国的国债 让美国政府立马破产 对于这些非常缺乏常识啊 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观点呢 能演在此统一给他们上一课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 到底是谁得了便宜还卖乖 到底是谁有求于谁 中国抛美债真能伤害到美国吗 美国国债是由美国政府啊 在全世界发行 大家自由认购的欠条 这个欠条的基本条件就是 30年到期还本 30年年内支付利息 每年支付大约是2%到4.4%左右 不等 几十年来呢 每年了都有新债券发行 已经发行 并被买家认购的呢 则在世界证券市场上流通 投资者最经常购买的财经产品呢 就是像股票 债券和基金 那么由于自从发行以来啊 美国政府是忠实地 严格执行了按月复息 或者是按年复息的承诺 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债在全世界是有极高的信用 世界上可以说是争相购买 信用是非常之高 在投资界呢 它就是收益比较高 是最稳定可靠的 可以互相倒卖的一种产品 今年投资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啊 已经超过了美国股票收益的两倍 是国债的牛市啊 其他产品像股票基金 是都有相当的风险 银行存款则利息太低 且有银行倒闭的威胁 所以广义上说呀 证券任何人都可以发行 私人呢 你也可以发行 你写一个借条 写一些字句 那么那也是债券 那么伊拉克政府没钱了 津巴布韦政府没钱 都可以发行债券 只是那种债券呢 它没什么信用 被称为垃圾债券 那么就像中国发行的地方债一样 现在还本付息都很难 也是越来越垃圾的趋势啊 那为什么单单美国的国债呢 受到大家的青睐 都愿意持有了 除了美国政府强大以外呀 只有两个字 就是信用 美国国债可以说 是以美国国家的信用来背书 做担保的 都不担心违约的问题啊 美国政府数十年来 对发行的债券是 严格执行付息和还本的义务 我拿了美国债券 那算不算美国政府欠我钱呢 算 这肯定是算 当然 也不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根据债券票面的约定呢 美国政府只是三十年后 欠你一次还本 中间呢 是每年欠你的利息 你可以按年或者按月来取现 那有人就说啊 我拿了美国债券 能不能找美国政府还钱呢 对不起啊 这个不行 因为买证券的时候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三十年还本 其他的时间呢 只是付你利息 要么按月 要么按年 没有还本的义务 三十年后才还本 有人说了 那我急用钱怎么办呢 美国国债啊 是全世界流通的 你可以在金融市场上 出售给任何愿意接受的人呢 当然 售价呢 有当时的市场决定 中国积累购入的美国债券呢 一部分是从美国政府那里 直接购买的 但更大的一部分呢 是在市场上 从其他债券持有人转让出售的 中国出售债券 也不是卖给美国政府 而是在市场上标价 谁出的价格高 那么债券就卖给谁 根据资料呢 2018年9月啊 美国为清厂的国债总额 是已经高达21.5万亿美元 占美国GDP的105.4% 每年需要支付利息 也是高达5556亿美元 主要海外持有者 合计持有美国的国债是多少呢 6.2万亿美元 那么其他的美国的国债 还有16万亿的美国国债 都是被美国本国的人和机构持有了 两个最大的外债持有国是哪两个国家呢 日本和中国 这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两个国家 截至2019年6月末 日本持有是1.12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超过了中国1.1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的外国持有者 很多美国人的投资走合啊 都包括债券 其实越保守的人呢 债券所占的比例应该是越大的 因为债券很安全 越激进的人呢 股票所占的比例是越大 老年人的养老基金呢 投资就有很大的债券的成分 因为养老金要求安全为主 适当的获得利息 美国国债呢 当然是用外汇 就是用美元来购买的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 中国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 您也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来源是出口 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啊 广大工人和进口商是长期的辛苦 中国保持了20多年旺盛的出口规模呀 也维持了大量的工人就业 中国长期出口增长强健呢 出口到外国的商品都是以外币 也主要是以美元来结算 那么中国商家把产品卖到美国的商家 美国的商家付给中国商家是美元 这就造成了厂商用商品换来的都是美元 那么厂商回到中国国内呢 肯定还要重新购买原材料 给工人发工资或者扩大再生产 所以美元在国内啊 是不流通的 所以它必须要换成人民币 如是厂商就找到银行 用手里的美元了 把人民币换回来 这是起义 那么表面上是说厂商在找银行 更准确的说呢 是国家强迫要求厂商 把收到的外汇卖给国家 又成强制结汇 国家不允许厂商手里持有外国的钱 所以这涉及到国家的金融安全 民间企业呢 和居民持有的外汇非常少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汇储备啊 中国全球拘手的主要原因 而在很多其他国家呢 外汇主要是持有在企业 和居民个人的手里 藏惠渔民 像日本就是非常典型的 不要小看了 这个长期强劲的出口啊 它解决了数亿人的就业问题 虽然血汗工厂问题比较多 但是还是让数以千万计的家庭 是解决了温饱 所以没有这个出口啊 长三角 猪三角就会非常萧条 这是上面说到的 第一个外汇的来源 是中国的出口顺差 那么第二个外汇的来源呢 就是境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原因呢 外资希望流入中国来投资 那么外资手里的外币呢 虽然在中国不能自由兑换 也要通过种种的方式啊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 转变成人民币的形式啊 它才能在中国投资和消费 以上说的其实就是我们总在媒体上看到的 什么我国经常账户就是进出口 资本账户就是外国投资出现双顺差 那么就是这两块来源 一直是保存流入中国的状况 即造成了外汇储备持续的高增长 所以这是外汇的来源 所以我们一直说呀 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发行之锚啊 不管是赚的顺差 还是外商投资的钱呢 都要在国内换成人民币 中央人民银行呢 是一手收美元 另一手就印刷出等额的人民币 换给厂商和外商在界内使用 相当于给别人印刷出了对应的借条 问题来了 因为贸易或者外资进入 就要发新钱 那么是不是就造成了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呢 您有回答是不全是 这就是央票的作用 央票啊 已经吸收了一部分的流动性 就是央行一边在投放人民币 外汇进来 它像是投放人民币 那么这个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 对吧 所以央行就做对冲 给市场上发行央票 又回收流动性 那么它这样一对冲呢 市场上通货膨胀 可能压力就会小 但是当贸易或外商投资增速过猛 发行央票的速度 赶不上这一增速的时候呢 就变成输入型通胀了 那么这是后话 也是许多人讨论的话题 那么回到正题啊 你应该可以看出来 中国拥有的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啊 目前是三万亿美元 其实并不是欠水的 流入的外币中都是用人民币做了偿还 但是国家手里有了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 也就是闲钱呢 其去向当然是关系到中国 甚至世界的金融波动 有人接着就会问为什么这些钱不全花掉 为什么不做其他的投资 而是要买美国的国债 那能演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一点呢 经常是容易误导大众 看到很多人说中国辛辛苦赚的钱 拿去养美国人 其实这句话啊 是漏洞百出啊 不止一波 钱太多花不掉 中国每年了也会在国外买东西啊 比如像买飞机农产品石油矿产也会花一大笔钱 但是这用不了太多 暂时三万亿来说还是花不完的 而且中国啊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比如高科技的一些设备技术武器 像这些东西 外国对中国很多是限制的 其实中国的外汇啊 也不全是买美国的国债 也有部分呢是做其他的投资 比如买黄金买股票 但是这么一笔巨额的外汇资金呢 只做这些小投资啊 是消化不了的 那还能不能做其他的用途呢 放着不动是没有利息的 是隐形的亏损 你存在银行吧 利息又太低 跑步行通胀 买外国的股票呢 确实是买了一些 但是不可能大贫量的买 一是不安全 跌了 由谁来负责呢 比如中国呀 其实就有一个专门的投资机构 做海外的一些股票基金之类的投资的 但是前些年是亏损的非常厉害 所以被国人骂了个狗血拧头啊 所以投资股票啊 这些高风性的标的还是很有风险 对于中国的庞大的外汇储备来说 投资在这一块不是好的去向 那么有的人就会说呀 不买美国的国债 我可以买别国的国债啊 比如像俄罗斯 伊拉克 金巴布韦 委内瑞拉都发行债券 那么你敢不敢买啊 分分钟变成纸啊 违约风险是太高了 好呢 有的说还有日本啊 欧洲啊 这些国债信用是不错呀 确实他们信用是不错 可是啊 有一个问题 他们现在很多都是负利率啊 那么买他的国债是不仅收不到利息啊 到期之后 你还要扣你的本金给他支付利息 这就是欧洲和日本的国债的负利率 还有就是如果发生了像欧债危机啊 很多欧洲的中小国家债券还会面临对付的风险 所以你说这个风险由谁来承担呢 选来选去啊 最终只有买美国的国债是比较合适的 他有几个理由 第一 他是有保障 因为美国财政实力雄厚 安全 信用稳定 第二 用得掉 美国的国债发行量足够大呀 他有20多万亿 对吧 你欧洲日本呢 可能就比他小多了 第三个是回报率 还比较不错 每年大约现在是2% 前几年是4%的利息 30年 钱是已经在手上了 与其是刚看着啊 不如得点利息 而且还保本 你说何乐而不为了 中国决定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家行为啊 绝对不是说哪个央行的行长 或者几个操作员就可以决定的 大家用脑袋想想 用傻瓜其实也猜得到 起码是要有副总理级别 甚至总理级别的那批准 对吧 有人对美国国债还是有疑虑 总觉得是美国占了中国的便宜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的商业行为 没有谁逼谁 购销双方完全是自愿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有人就会问美国国债安全吗 比大多数股票投资是安全的多呀 看看现在股市的起伏无偿啊 大家就明白 像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最近波动是比较大的 动不动就跌个800点900点 那么你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啊 你如果是投资美国股市 你这个风险就太大了 那么有人就会问 美国国债贬值了怎么办 美国如果故意印钞怎么办 美国不想还了怎么办 好 先说一个数据啊 中国虽然购买美国国债量大 但并不是最大的 中国购买了美国总国债的大约是7% 日本呢 也差不多 但是比中国多一点 其他国家呢 也购买了一部分 另外呢 美国国债最大的买主啊 是美国国内的银行机构和美国人民 另外呢 美国国债最大的买主啊 其实是美国国内的银行机构和美国人民 大家可以查一下数据 美国要赖账啊 要故意贬值 没有等中国不同意啊 美国最大的债主 他们自己国内的公司和老百姓呢 就已经闹开了 所以不用担心美国不还钱 也不用担心美国大量的印刷美元 国债下跌 有人又会问 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国债 或者抛售美国的国债 美国会不会非常惨 那么能言给大家的回答是 不会 中国购买的比例啊 首先是不算大 才7%左右 它的影响不是灾难性的 只要中国抛售 其他的国家啊 完全可以承接7%左右的抛盘 这是世界上顶级的投资品种 更何况 抛售的同时啊 短期的价格一定会大跌 那么你中国你去抛美债 集中抛的话 自己一定会亏损的非常严重 这是一个常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叫美国马上还钱呢 买债券时啊 双方已经交代清楚了 到期一般是30年还本 没到期了 只能取利息 另外呢 债券可以到市场上公开出售 售价呢 由市场决定 所以你是不能随时叫美国还钱的 顶多呢 收获一些利息 美国为什么可以卖出20多万亿的美国国债 因为美国啊 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 按时还本付息 而且它的回报率很好 下次发国债的时候啊 才会有人来买 所以能言再说一次 也再强调一次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呢是一个商业行为 不是有些人说的呀 在白白给美国人花钱 中国在当好人 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啊 归根到底是一个钱放在哪里好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地方可以投资赚钱 可能回报率呢 暂时是比美国国债高 说到这里 又回答我的正文了 那么重点是 内幕大笔重要的资金 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回报率是第二位的 既有这么大的投资量 又足够安全的投资品种 唯有美国国债 中国是别无选择 好 我不知道听到能言讲的这么多啊 大家是否真正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购买美国国债呢 不是中共政府的施舍 而是仅仅是一种投资获利的商业行为 中国必须购买美债 为外汇储备保值增值 中国如果敢抛美债 会让自己血本无归 最终可以说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后跟 好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 点赞和转发 能言出品 必数精品 再见